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识到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其实处处都充满了文字呢 举帆街上的招牌 墙上的告示 广告上的标语 和地上的指标 这些文字各有各的意涵 已经是我们日常中 不可或缺的一块 但是除了在内容的不同以外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们各有特色 不管是外观大小 笔画粗细 样貌风格都不一样 事实上 字型的不同 会严重影响文字内容 与情感的表达 用错了字型所造成的问题 可不仅仅是看起来 不美观那么简单 也因此 它在我们四周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进一步了解 字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前 我们先应该认识 到底字型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还没有电脑的古早年代 字型是印刷厂的专利 只有经验老道的印刷师傅 会跟他朝夕相处 但在字型大众化的今天 每个人都有机会玩弄字型 成为字型的使用者 你可能常听到人家说 字体或是字型 但是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简单的来说 字体指的是一种造型 字型其实是一种产品 字型要注意的面向很多 包括字的大小 形状 笔画 内部的留白 字圆间隔 以及视觉上的均衡和整齐等等 中文字型里常见的种类 例如名体 横笔会比纵笔来得细 适合应用在大量文字阅读的情形 大家最爱用的新细名体 就是一种名体 再来像是黑体 它的横笔与纵笔粗细接近 很常被用在各种交通指标 这几年也开始被用在网页或系统内文 例如微软正黑体 与苹果用的黑体 繁 另外还有许多像是原体 各种数法字体 或有特殊造型与用途的美数字 但是讲到这边 你可能还是会觉得 字型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先定义字体这个议题 不是一个大众议题 它是一个相对小众议题 那也就是说 如果跟一般大众 比如说路边的阿姨 你直接跟他谈这个字体哪里好 然后这个字体为什么不可以用在这边 他就说哪有差 那不是可以看就好吗 可是如果经过一个议题去包装 对一般大众来说 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会去探讨捷运松山县 最近的规划出了什么问题 我台北捷运的指标 规划出了什么问题 台北捷运松山县有什么问题 那透过这些公众议题 来碰触到更大的族群 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社群的内容的策略 既然提到了要与公共议题相结合 我们不如就来看看 JustFund部落格总编 苏伟祥先生所提到的几个例子吧 这几年来 台北捷运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路线通车 路往越来越复杂 转运站也越来越多 站里的招牌就更显得重要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捷运月台上方 标示站名的文字使用的是特名体 列车方向的则是黑体 且前者文字较大 为的是要做出区隔 但是目前在忠孝新生站的站名 有部分文字使用跟标示方向文字相同的黑体 且两者文字大小没有差别 捷运公司虽然为了方便旅客阅读放大字体 但却忘了最初设计的考量和跟其他站间的统一 这样的安排可是犯了大众运输交通系统指标 讲求样式一致与曾经分明的大企 另外提到桃园机场的部分 身为台湾对外门面 指标系统的设计除了导引的功能之外 还肩负了国际形象的塑造 大家在看到桃园机场的指标时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熟悉感 没错 因为它使用的就是大家电脑里都有的新系名体 其实桃园机场会选择新系名体 是为了解决指标背景和文字发光的问题 不然就会像台大医院的招牌一样 灯箱一亮 字就变得很模糊了 但是用新系名体作为指标 其实不但不美观 也不引人注目 尤其用在不会发光的指示上 就更难让人注意到了 而台北捷运和桃园机场指标设计的共通点 就是虽然有考量到的功能 但是却忘了美感 整体的平衡 看见了上面这些 其实都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例子 你应该也会想要知道 我到底要怎么用字体 才会好看 才会适合呢 通常我们不太能够去归类说 哪一个字体一定适用于哪个场合 那完全是要看观察力 其实就是说 在它执行出来的成果之后 到底是不是令人满意的 这个我们才能最后去定论 那没有一个字体它绝对适用于哪一个场合 或者是绝对不适用于哪一个场合 用字体有时候像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东西 它不一定有不好的演员 因为其实每个演员 它可能都有它的系录在 都有它适合的用途 但是不好的导演有很多 它不太会用这个演员 它不晓得要怎么样 让这个演员发挥常驻 用字体也是一样 所以这样子说来 字体的使用 除了要考虑到它本身的特性 也不能忘记使用的情境与目的 例如 前面桃源机场的例子 有错的可不是新细名体 因为它本来就是设计用于内文阅读 要放在指标 必须经过额外的调整 真正有问题的则是有关单位 对于细节的不注重 而这几年来 大家可能看多了四平八文的常见字体 在字体的挑选开始 希望有不一样的选择 但却也常常造成一窝蜂 使用某种字形的情况 大家都很知道康熙字典体嘛 就像我研究有读政大嘛 然后我就永远记得我硕一那一年的校庆 就是大学生做的海报上面 全部的字体都用了康熙字典体 对我就觉得有事嘛 你看康熙字典体不是这样给你们用 但其实很多图文设计师不会去care 他们只是想说要创造一种 一种温馨的感觉 那其实OK我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你泛滥那就是你的错 就是你就一直在乱用这个字体 什么样的主题都要用康熙字典体 那你说今天来包装一个在地主题 可能切题没有关系 但你今天如果说你连什么时尚 马卡龙这种东西都要用康熙字典体 我就会觉得你拿招 有事吗 连康熙字典体并不会让马卡龙显得很甜 它也不会让马卡龙显得很具有时尚的感觉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大家使用自行时常犯的错误 因为我说我愿意的 感觉一定会拒绝 但是我才会被人拒绝 是否也不然 比我想要恒意的 它也会相信 那個看起來最酷炫的字體 其實這個字體跟你想要表達的主題 跟你想要接觸的觀眾 一點關係也沒有 經過這麼多例子 大家想必對於自行的使用 和重要性有比較了解了 但是上面看到的 好像都是一些負面的例子 所以我們也要來看看 一些使用得當的案例 例如像是前陣子 台灣的太陽化學運 這樣大家一定都還印象深刻 而且又能與公共議題做結合 這一場學運 用的很多的一個字體 就是蒙娜超剛黑 那超剛黑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直覺看起來 就會覺得它好像大聲 很銳利 因為它其實 你可以看到它字體上 沒有任何的圓弧的設計 它字體上全都是直角設計 那這種直角設計 基本上是很挑釁的 因為直角是一種很尖的東西 當你的字體 全部看起來都很尖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會很吵鬧 很兇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 非常古老的廣告字 對 它的歷史非常的悠久 只是說在現代的話 大家會覺得它比較新 其實是因為最近才比較常看到 可是在風格上 它其實比一般的綜藝題 一般的這種標題字還要更老 它的風格大概在20世紀早期的時候就有了 對 所以其實 很有趣的是說 一個20世紀早期的廣告字 後來被共產黨拿去當作革命的宣傳使用 然後後來蒙娜公司出品這套字體的時候 其實也是想用在廣告上 像其實有一陣子 其實很常見 麥當勞的廣告什麼 汽車的廣告其實很常用超鋼胚 對 它又 所以說它是從廣告字體變成革命字體 再變成廣告字體 但最近太陽花這樣弄 它彷彿又變成了一個革命字體 它又被用在訴求上面 所以這是字體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其實大家 大家不是說看不出來這個字體有什麼樣的特徵 是大家沒有去注意到自己其實 自己其實會受字體的那個造成的影響 只是你看這個字體發展的那個脈絡 你會瞭解這個事情 談完字體的運用 我們也不能忽略字體的發展 現在讓我們談談近代字體史的發展 以及台灣現存唯一一間 傳統柱字行的故事吧 西元19世紀後期 西方的柱字技術傳入中國 日本再從中國拿去傳教士 所傳入中國的簽字柱字到日本 當時傳教士以西方已經很確定的框架 來分析中文字 並跟當地的工匠合作 你現在在書本上看到的印刷體 尤其是新系名體 它的文字架構其實早在19世紀就已經定型了 民國75年開始 台灣的柱字行因為產能低於電腦印刷太多 開始一家一家衰退 簽字的造型與寫法濃縮了一地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內涵 但若缺少完善的保存 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字體 更失去了我們自己的文化 日新柱字行的張戒冠老闆 就是有感於中國漢字文化的博大精深 於是決定為台灣保留傳統工藝 建立一間活版印刷工藝館 我們可以從活字理解漢字非常重要的兩個框 字身框、字面框 字身是一個字實際上的物理限制 例如活字 它的實際邊界就是字身框 而字面是表達字本身 在一個空間裡佔了多大比率 字面越大 整體版面看起來會有醒目感 但若空白空間太少 就會造成壓迫感 在傳統柱字工藝上 每個漢字都是由工匠親手打造 並且是獨一無二的 工匠們為了讓字體整齊、美觀 而且充滿人性 投注了相當大的精神與力氣 字體的生命力來自於中國書法的美學基礎 韻律感 齊筆、收筆、輕重、張力 對傳統刻字的工匠而言 印刷體漢字也同樣在追求美感表現 雖然是用刀具在堅硬的金屬模具上 刻字體卻仍留下獨有的人味 從一個個簽字 我們看見漢字的生命力 如同張介冠老闆所說 我們這個心也沒有改變 我們希望能夠為台灣造一家 火板印刷工藝館 這個是我們永遠心裡面的希望 我們會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來克服 雖然它不見得那麼容易達到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應該要有 所以我得堅持下去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門檻 我們必須把它跨過去 那台灣的以後的子女們 能夠在我們自己的環境裡面 使用全世界最獨特的漢字 來書寫 來應用 來看我們的印刷品 這個是我們台灣唯一 在全世界來講 是唯一一個好的地方 這是我們的幸福 因為我們全世界唯一在使用 正體漢字的地方 那我們不能輕易地放掉我們的文字 我們不能輕易地放掉我們的文化 我們對於這塊土地 我們有我們的責任 那我們必須要去運動 那這個也是跟大家一起 我們可以來共同完成的 所以我很希望 如果你有這個時間 跟有這個意向可以的話 日興朱子行 很歡迎各位 讓我們一起來完成這件事 科技帶來方便 但卻不能為我們選擇要留下什麼 簽字是一種文化象徵 為我們留下美麗的歷史記憶 並提醒我們時常去思考 自己從何而來 又將歸於何處 經過前面各方面的介紹 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 自行在應用上並不會有一定的對錯 必須考量到包括功能 美學 文化等等的影響 最好以下三種指標 提供大家在看見字型時 能夠區分 使用是否得當 分別是 異變性 可視性 與可讀性 異變性 指的是看的人 是否能夠快速清楚地看出 那是什麼字 可視性 指的是在一段距離以外 就可以清楚閱讀辨認那個字 可讀性 則是在說 所傳達的資訊是否容易被人吸收 自行的設計其實充滿智慧與內涵 也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下次當你走在路上 可別忘了抬頭看看 街頭上招牌的自行設計 有機會要選擇自行時 記得仔細思考 審慎選字 別再成為別人口中的設計忙了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